滚滚洪流倾斜而下 夹带泥沙不断冲刷 放眼望去满目疮痍 很难想象这里是北京最贵西潭酒店 这个是下来的路 撞了 由日本建筑师设计 藏于古村落之中一山而建 造价8亿人民币 约35.2亿台币耗时8年 房价1万2.6万至4.4万台币不等 开业仅一年多 但如今被暴雨摧残 只剩断壁残垣 对比之下原本高雅的大厅 现在遍地树枝残骸 多处造景也损毁消失 甚至网传有住客求救 没点没热水没讯号好想回家 酒店这方面的损失还在合计 但是人员是安全的 然后现在也在有序撤离 那酒店等于现在没营业了是吧 是的 有网友表示设计好固然好 但中看也要中用才是 北京连日极端强降雨 尤其门头沟 雨量创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高值 房屋车辆被冲走 河水暴涨 就原持续进行 但河北同样灾情惨重 卓州部分地区积水达四公尺高 几乎全程泡在雪中 快沿到二楼 我们现在就是 大家都被困在四楼等待救援了 大量房屋被淹没 一处仓储中心五十人苦等救援 全市停水 部分停电超过十三万人受灾 河北洪灾不输北京 五千人受困 当地居民怀疑 水坝提前泄洪没有告知 造成逃生不及 遭逢杜苏瑞卡努台风打击 死伤恐怕继续攀升 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咱们新闻全部报道